来个大豆子河上 大家都有吃的,他不要拿来来 所以大会搞下风 在广东那有几年 后来陈贵这个案子,有非这个案子一平反了 他又回到杭州 为什么讲这一段呢 大会搞的对法的师父是袁武成 现在教祖师的那个大师残忠 袁武成死了以后 大会搞,很年轻,已经开悟了 是袁武成得法的弟子 他自己跑去找江湘英 年轻在河上来看江湘英 江湘英退出的劲,宰相 地位很高,在家里 他来看,江湘英出来接见 问他做什么 他说 我师父过世了 江湘英当然知道的 这个园武成,他们都是很熟的 啊,你师父走了 啊,你师父走了 所以我来恳求相公 跟我师父写一篇 传记 一定要你写 你们所以提问题啊 将来要求做事 修修人家 这些大财,什么年轻的作风 江湘英看到他,笑一笑 好啊 你让我替你师父写那篇 我问你 你师父是了不起大车大物的人啊 成就了的人 他有一只眼睛 江湘英在哪里,你知道吗 他说,我知道啊 在哪里啊 在相公的笔头下面 在相公这一只笔的笔结上 哈哈 张湘英已经笑了 好,你整他 当然我们离开心 是不是这样 这个人贴眼目 就在相公的笔下啦 就看你这篇文章怎么写啦 一句话 没有那么多陆路说说 这就是 所以我们 把这些古诗插进来 一别说古诗,一别讲修正的道理 把这几切的 大开的累积 都知道啊 刚才说讲到二财 一盒子只差 出财的利生 生生 有锋利之感 有出利之感了 收到这个时候 啊 那么 因为讲到这个生生锋利之感 所以引出来 天王物这个产生的 公案 对不对 刚才我们这个逻辑是不是这样 次序是不是这样 为什么我那么问那么楼梭呢 培训 现在叫培训 我们当年叫训练 在过去的叫教育 教育里面思考的头脑那么有次序和逻辑 不要听乱了 你懂了没有 我这样讲对了没有 我的次序有没有乱 没有啊 回去了 再来啊 二财为什么叫定生喜乐呢 所以初财叫利生喜乐 到了二财就是定生喜乐 才叫定的正感 这是真正的定 所以真正的定的时候 身体的障碍 切脉同那正等感觉 身体不做障碍 只要落得正感 身体不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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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够得上定生喜乐 那 这个关键要注意的 这是历代历来 不管经典上 或者后人住在上 没有这样详细 给你分析清楚的 告诉你道理的 这个真念是 这是 定生喜乐 这一步 谈得到定生喜乐 你不要看到大器座来 一念清净了 这个空空 这一点算定 这一点也算定 这一点连出彩以前的准备 但是 也可以说大财大悟以前 这一点也差不多 都这个里头 差别在 智慧与定力的差别 太细太细了 要这样了解 到了二产 定生喜乐 好 我们初产到二产阶段 以什么为标准呢 之后那小秦与大秦之间的这个修理 也修理就是实际功夫经验记录下来的 以两个大目标 剑师傅 剑师傅 剑取了多少位标准 剑师傅你们都学过 都被得来 考试都考出来的 对不对 好 我请问 主位 什么是 剑虎 剑虎有几个 剑虎有几个 不要翻本车 嘴巴就打出来 等我一样 就乱吹吹出来 剑虎有几个 剑虎你不要跟着就是能普通讲剑虎几个 五个 哪五个 谭虎有几个 对对对 斜戒 深戒 边戒 边戒 戒取戒 正戒取戒 正戒取戒 剑虎 师傅呢 几个 五个 谭虫 词慢 都很简单 这都是辅修最起码根本 但是也是修行最根本要知道的东西 你这可以打坐了 我请问你 为什么叫做剑虎这个什么意思 请你用现在最普通的话来讲 什么叫剑虎 秘书长 自主 自主 可以大概六十分了 自大六十分 自主 自主 什么叫剑虎 我叫你用普通话来讲 你这样打的完全对 但是我还要叫他用最通俗的话 什么叫结婚啊? 烦恼,你孩子五十九 五十九分,病病是这样,还少一分 很简单,你们出去说话 什么?见载的错误 差不多,这个差不多,六十一分,好一点的 什么叫见乎?我告诉你啊,我都不一定带给你讲了,你就清楚了 见,乎修雅说讲见,在这个地方讲见,冷年正常的见又不同 因为中国文字很简单,你看我们的中文 是给人最富雅的东西